后面这个就是我要搭乘的前往玉米岛的这座船 那个船已经开了5多小时 大家都特别的披荐不堪 而且我还出现了一个床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就是尼加拉瓜玉米岛的启动一个沙滩 今天是我在尼加拉瓜的第13天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尼加拉瓜的首都玉米岛 本期视频当中我要前往的地方是玉米岛 首先我要从玉米岛 搭着可能7-8小时的巴士到一个叫做Bluefield的地方 然后再从那边达成轮渡 这边我现在买票去这个Bluefield的一个地方 这是他们预定的电话号码 所以我身后的这辆绿色的巴士 就是我要前往Bluefield的这辆车 这个他们上面还在装货 一样过程一样 他们刚刚跟我说我可以上完 现在是在这个车的顶上 我这辆车票的价格是320块多瓦 大概相当于9美金 我特意让他们给我赶了一个靠窗的这个座位 这样我还能看一些风景 这上面是我的背包 还有我的钱 上午是1点15分 现在到处了 现在是下午的1点15分 到了区中美车 到了区中美车 这个小镇 但是要在这边吃这午饭的意思 这是这个餐厅里面 吃一顿这个午饭大概就是 那个130 140当地的这个钱 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 来来来来 先过一个小山子 来来来 先过一个小山子 今天是晚上的6点40分 现在车子到了这个 这是在这个轮路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 我今天晚上要在这住一晚上 是120克多瓦 这是Blueville的中心地带 还是挺热闹的 这个车踏过的是35克多瓦 就在这个Blueville的中心 分类饮料是15克多瓦 这边是Blueville24小时开的超市 那边是一些酒吧 那这边还可以刷卡 那边是刚从我昨天晚上住的地方出来 现在是早上的6点45分 这边买票的办公室 刚刚开门 需要提提一下的就是 就是不管是床票还是车票 它们这边都是支持这个 现金的不支持刷卡 那另外还要出示这个你的ID 那是早上的8点15分 后面这个就是我要搭船的 前往玉米岛的这艘船 现在是早上接近9点钟 我们马上就要离港了 每一次的这种做船离港的那种感觉都是特别奇妙的 但是两块大陆的正在的分离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长达6个多小时的这个风险了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我们这个船已经开了5个多小时 可以分泌一下 感觉到大家都特别的疲倦 也包括我在内 而且我还出现了晕船的这个情况 想看在这个扫头里还出了一块 但是下午的3点分钟 我们这边已经能看到玉米岛了 我们就要到了 所以在下午的3点45分 终于底下了玉米岛 这档鞋成真的是无比的这个艰难 满下的感觉是特别想念路里上的感觉 我要换一换 这个晕船真的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漫长的漫长的这样一个形状 同时你也可以感觉到玉米岛外界的这样一个距离 所以能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还是非常开心的 它真的是很不容易能到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 底加拉瓜 玉米岛 在启动一个沙滩 然后这瓶啤酒 大概7块多人民币一瓶 就在这海边 然后有WiFi 还可以刷卡 我刚刚想着要不要我去看能不能凑一下球 结果这个 实在这个他们比拼太紧张了 基本上就放不到球 好 我是阿通 如果你对我过往80个的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有点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